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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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許明德和許明霞的歲數相差兩年 和梅婆婆的弟弟妹的歲數很密合 許明德就是花家美容集團的主席 兼董事總經理 這個集團尊重美容生意 有美容學校、有美容中心 還有做化妝品代理 但是梅婆婆說他們以前很窮 你知道這位許明德和許明霞怎麼發跡嗎 我在名人雜誌找到他們的專訪 裡面有寫著他們的奮鬥史 在六十年代的時候他們兩兄妹在摩羅街 擺街邊檔買胭脂水粉 一直熬到開店,白手興家 到現在的美容集團 又是擺街邊檔? 那就是跟梅婆婆說話一模一樣 是嗎? 姓氏、年紀和經歷都很吻合 是名字不同而已 做生意的人很迷信 或者他們的名字欠金、欠水 所以改了名字也不定 看來他們可能就是梅婆婆的弟妹 魯Sir,我們不如上去花家美容學校找 看看有沒有線索 好,你和如鋒一起去吧 我印象之中 花家好像每年都有捐錢給我們欣明社 捐得錢,那就是好人 就算不是我們要找的人 應該也很樂意幫忙的 謝謝 麻煩你,我們是一鳴社 陳文服務組的幹事 我們今天約了許明霞校長見面 不好意思,許校長還沒下課 不如兩位坐下來等你 謝謝 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幫到兩位 我們是一鳴社的陳文幹事 我是康如風,他是施奕謙 我們約了許校長見面 想跟他談些事 你們好 你好 我是花家美容集團的主席許明德 不如進我的辦公室坐下來慢慢談 麻煩你了 謝謝 兩位坐下來 謝謝 許校長正在上課 有什麼事你們可以跟我談 我們花家每年都有捐錢給各大慈善機構 你們一鳴社都是其中之一 你們想來籌款,我們很樂意幫忙 好,謝謝你才去生 但我們這次上來的目的不是籌款 而是尋仁 尋仁? 對,我們在幫一位婆婆找她的弟弟妹 不知道你認不認識她 她的名字叫許玉梅 不認識,我不認識誰許玉梅 哥 兩位是一鳴社幹事 是的 我是這裡校長,許明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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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他們說在幫一個叫許玉梅的人尋親 我就不認識誰許玉梅,你呢? 不認識 不如我們先說清楚一點 其實我收到一位許玉梅婆婆的求助 幫她找她弟弟妹,許玉安和許玉琦 是的,他們在五十年前失散了 許玉梅曾經教過她妹妹用蜜糖善臉 剛好你們美容學校也教這種善臉方法 所以我們才上來看看 你們會不會就是許玉安和許玉琦 或者你們會不會認識這兩個人 他們會不會是行家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 我不認識什麼許玉梅 不好意思 你們說那位許玉梅 她怎麼跟弟弟妹失散? 她現在生活怎麼樣? 梅婆婆很可憐 她現在只有一個人 沒有親人、沒有朋友 生活很艱難 但她始終都放不開 跟她失散了五十年的弟弟妹 她很想念她們,很想見她們 夠了 你問這麼多做什麼? 我都說不關我們事 其實許先生… 總之我們不是你們去找的人 至於那個什麼許玉梅 有多慘,有多切度 我們沒有興趣知道 我父母只生了我們兩兄妹 整個花甲美容集團 都是我們兩兄妹 一手一腳打拚回來的 跟陰序人無關 如果沒有什麼其他事情 不好意思,不鬆了 打擾了 我都覺得這個許玉梅有點古怪 原本她以為我們武娟 對我們很友善 但一聽到許玉梅這三個字 就立刻變臉 這麼奇怪? 她想也不想就否認 還黑了臉 許玉梅進來 許玉德立刻強調自己不認識許玉梅 好像特地提醒許玉梅 我留意許玉霞面色變了一變 不過之後她忍不住追問梅婆婆的事 其實如果不是許玉德學著的話 我覺得許玉霞會繼續問下去 看來這個許玉霞和梅婆婆之間 真的有些事情 很明顯她們認識梅婆婆 但是有些事情忍不住 我說她們一定是梅婆婆的弟妹 不過許玉德對梅婆婆 不知道有什麼這麼大的怨恨 她們會不會想逃避以前的事 所以特地改名, 不想讓梅婆婆找到她們 Gason, 有沒有方法證明她們曾經改名 我剛上公司駐紮處去找查過 原來花膠美容集團登記的人 在二十年前已經是許玉霞和許玉德 梅婆婆說她們已經失散了五十年 你不讓她們當時已經生氣了她 還已經改名了? 雖然她們很大機會 就是梅婆婆的弟妹妹 但是我們根本沒有證據 如果她們堅持要否認的話 我們沒辦法 麻煩… 許校長? 許校長, 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幫你 這樣的 之前聽你們說 許玉霞婆婆好像很淒涼 我們花膠美容集團 連中也捐不少錢給慈善機構 我想托你們幫我捐錢給許玉霞婆婆 這裡五萬現金 許校長 我沒什麼特別意思 純粹幫助老人家 不好意思, 這樣不是規矩的 除了捐錢給一鳴社之外 我們不可以代表你交錢給求助者 不如我出去給你倒杯水 我們再慢慢談吧 借來用一用 許校長, 一場來到 沒什麼可以招待你 是, 芒果乾對不對 不用客氣, 可以隨便吃 你妹妹有沒有特別胎痣或喜好? 沒有, 她最喜歡吃芒果 看到芒果就流口水了 捐錢給玉霞婆婆的事 我們真的幫不了你 你喜歡吃芒果嗎? 這麼巧, 玉霞婆婆的妹妹 都很喜歡吃芒果 芒果又香又甜, 很多人都專吃 不過又真的挺巧 梅婆婆說她們當時生活很艱難 三餐都成問題 芒果是很貴的水果, 她們根本吃不起 試過有一次, 梅婆婆打算哄她妹妹開心 今天敲了錢, 又不吃飯 就買了芒果給她妹妹吃 她妹妹吃了幾口 已經吃了芒果肉 不過還拿著芒果糊 煮了幾天, 噠上來, 煮了半天 也不捨得扔 她說就算有多窮 只要看到她們開開心心 多辛苦也值得 許校長, 既然你對玉霞婆那麼有心 那不如這筆錢就由你親手交給玉霞婆 婆婆?就算她認不回她弟妹妹 起碼讓她知道人間有情 不行,沒眼淺的,拜託你們 其實親人也好,外人也好 只要讓梅婆婆知道 這個世界還有關懷她 她一定很安慰 對,一個老人家孤虎寧丁 真的很可憐 我們能幫得多就幫了 對了,我忘了今天帶梅婆婆 梅婆去深水埗那間鐵塔館敷藥 她弄傷了腳,還沒消腫 什麼叫做弄傷了腳? 對,她之前為了找弟妹妹跌倒 一個老人家自己住 有事上來也很煩 幸好這次不是很嚴重 你知道了,這麼大年紀跌跌 可大可小 差不多到時候接梅婆婆了 我們不可以遲到 希望梅婆婆敷完藥之後 腳沒那麼痛 我說如果許校長真的肯來 才是梅婆婆的寧丹妙藥 很明顯許校長就是許婆婆的妹妹 許祺,我認識她不肯承認 明明是至親 欠一步就可以見面了 這樣也忍得住? 糟了,梅婆婆快出來了 難道許校長真的不來? 其實許校長肯捐錢給梅婆婆 代表她對梅婆婆一重有情 我想她一定會來 問題是就算她真的來 如果她堅持不承認的話 我們不可以說出來 不可以給太大的期望求助者 我知道了 伯母 伯母 不可以穿了,就可以了 我扶你 小心點 謝謝 小心 婆婆,你的腳還有沒有扯著痛嗎 好 給了一個衣服穿了一輪 敷藥,現在好很多了 我自己去對面坐巴士就行了 謝謝你們 不要坐巴士,要上上下下 再做出腳不太好 不如這樣,我們陪你坐的士 快點吧,我們送你回去 麻煩你給我 不用客氣 這裡沒有的士,前面應該有的 我們自己去,好嗎 先生,我走遍的 慢慢來 娘,快點開車過去 是,知道 好 剛好,阿康姑娘 對了,剛好 我剛好經過這裡 這裡很難接的士 我載你們吧 婆婆,這位就是花駕美容學校的 許明夏校長 他很好人 不如我們就坐他上風車吧 那麻煩了 那麻煩了 許校長,這位是許容梅婆婆 我們是幫她找失散了的弟妹妹 才會接觸到你的 許校長你好 梅婆婆你好 是呀,許校長 原來你有份幫我找弟妹妹的 真是麻煩你 別客氣了,我也沒有做過什麼 梅婆婆,這麼巧許校長跟你妹妹一樣 懂事面加蜜糖,也很喜歡吃蘑菇乾 不過他們弄錯了,我不是你妹妹 我只有一個哥哥 我也知道你不是我妹妹 我哪有這麼幸福分 康姑娘說了你的情況,我知道 這裡五萬元,我少許失望 這些選案不能要的 謝謝你 你一個老人家的生活不容易 你拿了它吧 這麼多錢我不可以要的 你收回它吧,你有心了 我沒有心了 然後 iş得此道 我心想要故意 不是你只想要求你 月妹妹的時間 在香港裡做аж Londrina就是我 許校長,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不如上來我這裡坐下喝杯茶 對了, 難得校長你這麼有心 雖然你迷回婆婆的妹妹 但是你們能夠見面總算有緣 許校長, 香港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下次還有沒有機會見面是說不定的 好, 我上去坐一會兒 許校長, 地方很討厭, 不要介意 隨便坐, 坐吧, 我倒杯水給你 別亂動了, 讓我來 你坐下跟許校長聊天 謝謝 許校長, 你的樣子很有貴氣 不知道本上還有什麼貴親呢? 我有一個哥哥, 我結婚很多年了 我先生對我很好, 我有兩個兒子 一個女兒, 我的大兒子和媳婦 都是做醫生的 是的 他們還有兩個小孩 還有一個小孩, 我的大兒子和媳婦 很厲害, 那個小孩呢? 那個小孩在公司幫我忙 去年結婚了, 女兒又剛剛拍拖 那就好, 真的好 對了, 那你哥哥呢? 哥哥很好, 他有兩個女兒結婚了 對, 他上個月牙還做了第二次外公 那就真是好, 真的很好 我也希望我的弟弟和妹妹 都像你們這麼有福氣 像你們這麼好 我這裡做姐姐的, 幾十年來 沒有好好照顧她們 一定令她們熬了很多咸苦 你別這麼說 我知道你把她們丟下一定有很大的苦衷 每天都是我不好 就算我現在見她們, 她們不承認我 都是應該的 你別責怪自己了 凡事想開一點, 一切都是天意安排 去年會引領我們的 這裡有些錢, 你拿去吧 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阿嬤 你想我安樂, 你就收了它 我知道了 終於上天給我見婦, 我已經很感激 阿嬤, 很感謝你肯來見我 你保重, 我走了 許孝長, 我想我們以後 未必有機會再見 我不可以給我拍張照片 好 梅伯婆, 許阿嬌, 過來這邊拍吧 準備好, 笑得開心一點 許先生, 哥哥, 你怎麼會來的? 你這麼騙我, 打電話給阿嬤 不知道你要來這裡見過那些人 我早就知道你要心願被騙了 還給這些壞蛋騙錢 你真的把我放在心裡 哥 阿嬤, 別這麼說妹妹了 你有資格回應我們嗎? 你聽到那些壞蛋, 人不像人, 鬼不像貴 老來折舵, 就回來裝可憐 想我認回我們 這樣就有人讓你過世 這個世界哪有這麼好處的事 許先生, 沒有人想騙你的錢 梅婆婆不知道許校長會上來的 你們倆都不知道怎麼做事 上次我已經告訴你我們沒有姊姊 你們就死纏難打, 特地引我妹妹來 你們以為做好心幫人 你們被騙了 這個女人真是謊話精靈 幾十年前, 已經騙我們一次又一次 許先生, 有什麼事就慢慢說清楚 你告訴我吧 對不起, 是我對你認不住 哥哥, 你別這樣罵姐姐 抓住, 誰想你叫她姐姐 你不記得當時, 為了這個女人 我們慘過猶爺 要說清楚, 好, 我就說清楚 不過我聽到包祖婆婆和她老公喊大交 原來就是為了這個臭女人 我無論如何, 都把那個臭女人趕走 你這個人這麼安慰 我只不過和妹妹打招呼而已 你就當人家狗上咬咬的路 你還好說, 那個妹妹做了舞女之後 整天都孝斯丹都這樣 我看見她在前面, 爭到她後面 花了舞女說什麼? 什麼做舞女?你別亂說 什麼?你這個傻子 你還不知道你姐姐在黎花夜總會 那裡做舞女? 我姐姐晚上在電子廠上班 你別冤枉她 什麼?我得鬼閒於枉她 不過你姐姐肯不承認 你不相信的, 羅麗花夜總會 找個叫伯妹的舞女 貪是你的好姐姐 說回房間吧 好姐姐 姜爺, 我幫你倒酒吧 姐姐 弟弟?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為什麼你要騙我們? 為什麼你要這麼自駕 在這裡做髒髒的事? 小子, 什麼陪我 是一件很髒髒的, 很賤格的事? 跟我走 閉嘴, 我妹妹跟你走 要走, 你自己走 跟我走 放手 讓她走 姐姐, 放開我 你自己走 你自己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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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放了一會兒,不要濕掉褲子 不要,你們這些壞人 還買這麼多陰質的東西 一定會被他們砍 死得臨頭還不自擔 你幹什麼?不要… 拿好一瓶大香,一會兒你點火 好,阿榮,跟姜爺說 我們一切都搞定了 救命 一聲令下,我們就燒炮獎 我告訴你 我知道,你只是那壞人身邊的一隻金尾狗 金尾狗?狗呀 你是狗還是狗?狗呀… 看誰是狗 那天這個女人眼巴巴看著我 被那些爛鬼押走 都完全無理我死活 枉我那晚逃脫後,馬上回家找她 找不到她,我還跑到街上找通宵 擔心得瘋狂 過了兩天 夜總會的媽媽上來找我們 還塞了一包錢給我們 我給你們的錢 她說這個女人已經跟著一個惡霸姜爺 過了一段很安樂的生活 叫我們不用再找她 我本來也不相信 還特地走到那個盛江的別墅裡捕她 誰知竟然看到那個女人身光頸亮 拿著一袋二袋 很開心地跟那個大天爺繞著手回來 梅婆婆為了幫你們兄妹借醫藥費和學費 才會當母女的 梅婆婆,她這麼謂你們 段故不會扔下你們不理 中間一定有些誤會 沒誤會 她根本就是一個貪污虛榮 至今度落的女人 她為了錢可以怒親不認 你們不用再幫她說好話了 別再說了,事隔這麼多年就算了 別再數下去了 為什麼不數? 你忘記了這幾年我們是怎麼過的嗎? 我們過得有幾乎 全部都是拜這個女人所賜的 那個女人自從跟著一個大天爺之後 就沒有再回來 本來香港大學收了我 但是為了生活費和妹妹的醫藥費 我要打幾份工作 最後連書都不能唸 後來我們看報紙 知道那個大天爺出事了 還帶了一個情婦走路 妹妹擔心那個女人有事 終於搞得救病復發 爆灶婆罵妹妹是廢奴鬼 害怕妹妹病死,會弄髒的屋子 強行趕他們出街 最後我們連屋子都無法住 弄得要睡戒 我們睡戒被人說那時你在哪裡? 妹妹咳嗽到剩下半條人命那時 你在哪裡? 很多很多晚上 我和妹妹熬得十隻手指都損傷了 半夜抱著哭的時候,你在哪裡? 我不好,我對不起你 對不起,對不起 那個姓姜的壞蛋開賭檔 開雞豆賣白粉養養塵 還幾乎拿起你弟弟的命 但你為了錢為了威 竟然去服侍一個這樣的惡事 五十年了 你連眼尾都沒看過我們兄妹妹 這五十年你去了哪裡?去了哪裡? 你別說了,你到底去了哪裡? 為何丟下我們?為何? 幸好天又晚 我們兄妹倆幾經辛苦 終於從街邊到,喊到進店裡 開了自己的公司,又有幸福家庭 但是我告訴你,你們全都不關你的事 既然你已經失眠了 你沒有理過小弟妹妹 那你以後也不會有小弟妹 我們替你無故無故 你不要再整色整髓來騷擾我妹妹 我們走 妹妹妹 妹妹妹 妹妹 我剛才說的話,究竟不是真的嗎? 你剛才為何不跟她解釋 對不起,我跟她對不起 妹妹妹,謝謝你們替我找小弟妹妹 以後也不會麻煩你們 你們走吧 不要 原來梅婆婆的小弟妹 對她真的有這麼大的怨恨 整件事真是風迴路轉 當初梅婆婆說過台灣 幫江武團化妝才跟小弟妹失散 但是根據鮑娑婆和許玉安的說法 都說她跟了個男人走 如果許玉安說的是事實 梅婆婆婆真是挺自私的 梅婆婆對她弟妹公書教學 寧願犧牲自己去做母女 我無論如何都不相信她會偷武虛榮 丟下她弟妹妹 那倒是,每晚對人歡笑 不然情非得意也不會這樣做 對了,那梅婆婆怎麼說? 我們試過問過她 許先生說的話就真的 但她無論如何都不肯說 只會哭著說對不起 我都不相信梅婆婆是一個不顧親情的人 但我不明白 既然她這麼緊張她弟妹妹 為何不把真相說出來 有一件事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挺奇怪的 就是梅婆婆說當年因為要去台灣 所以跟弟妹妹室去聯絡 但是你們有沒有聽過 梅婆婆婆提起這五十年在台灣的事 那好像沒有 這五十年梅婆婆在台灣到底是什麼生活 她住在台北還是台南 她靠什麼遺心?有什麼朋友呢? 所有關於台灣的事,她都沒有提起過 似乎她刻意隱瞞在台灣的事 在這段期間 一定發生的事令她無法聯絡 弟妹妹 無論如何,我們都幫她找回弟妹妹 對,我們的任務也算完成了 這件案件就可以閉上檔案了 時間剛剛好,就這樣吧 就這樣就算了 怎麼可以的?怎麼可以就這樣閉上檔案?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我覺得還沒結束 我們一鳴社的宗旨是幫求助者 和親人團圓,團圓相聚 我們現在只能幫梅婆婆 和她的弟弟妹重建 而不是真正的團聚 那又如何?我們一鳴社要保持中立 我們不可以逼任何一方 做一些不想做的事 既然被尋者也不想團聚 我們也沒辦法 別說你瘋了,想早點下班 我仍然跟阿楓的說法 其實無論是梅婆婆或許若安 他們根本沒放下過去發生的事 看得出他們在對方的心目中 仍然有很重要的位置 只要幫助他們解開這個心結 才可以令他們真正團聚 易謙,那你有什麼看法? 現在整件事就像一塊大拼圖 但最重要的一塊就不見了 就是梅婆婆在台灣經歷的事 找得到這一塊,說不定可以幫助他們 就當師兄和御風你們說得對 那又怎麼樣? 怎麼樣?你們飛過去台灣嗎? 那現在又不是叫你去 我只是說事實 殷明寫是本地機構,我們資金有限 難道將來的個案 去南非、去歐洲,我們又飛過去了 對就好,我一定報定名去歐洲 好嗎? 哎 老朋友 最近好吗 是 我也想到新门灯区能弄的牛肉面 好 有件事请你帮忙 阿峰 师兄 你又来探梅婆婆吗? 是呀 之前许先生骂梅婆婆骂得这么厉害 我担心她不开心 那今天放假 就买冬菇和雪耳探她 这么巧?我都买了日用品上来 我打算帮梅婆婆换过毛巾和衣服 没人认识吗? 没有,那么不认 梅婆婆会不会有事? 可能不下街 她的脚弄傷了还没康復 就算下街了,应该是附近的 阿峰姐姐,不如我们下去找找吧 好 好 梅婆婆,你好 好 康姑娘,雪光仕 我是特地来探你的 是呀,你拜你们也来,真是有心 小心点 不要在这里坐了 上去我书冲杯茶给你们喝 别客气了,我们来探你而已 这支拐杖送给你的 你刚刚弄了脚就好了 有支拐杖方便点 好吗? 好啊… 要你们为我操心,真是不好意思 别这么说,先坐下 来 梅婆婆,我们不好意思就真的 本来打算帮你弟妹团聚 谁知弄成这样,令你这么伤心 傻瓜 你们不用替我难过 我知道欲安欲期 她们有个美满的家劇 兄妹同心,事业又有成就 我已经很开心了 他们不认我都没所谓 我…我已经感觉很安慰 小心,小朋友 对不起,对不起,不要下次了 行了 梅婆婆,你不停抹旁边的男人 他是谁? 你这么紧张这张照片 这个人对你来说一定很重要 或者你说给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帮你 不要紧张,不想说就别说 其实没有什么秘密 他是我一个朋友 是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 可惜我连他一张 拍得清楚一点的照片都没有 他叫范永迅 是一个很好的警察 当然我在夜总会上当选了玫瑰皇后 受尽全部人的严善目光 其实我根本一点都不在乎 但是永迅 她真的当我是皇后般苛 永迅她是真心真意地对我好的 好 看看有些什么 好 刚才看到你还有两声咳嗽 不要喝那么多东西 知道了 还要浪费吗 如果再拆眼就告诉我 还没想到 热柠檬水 热柠檬水 我要进去开工了 再不进去 嬌姨又吵神吵鬼了 不进去行不行 我不想你进去上班 我不想你对着陌生男人笑 更不想另一个男人抱着你跳舞 我也不想进去 但是玉琪的病又是好是坏 玉安又快升大学 我不可以不理他们 我知道我现在只是小财 賺钱不多 但是如果你肯跟我一起捱 我答应你 我找的所有钱 连一个斗链都会给你 不过可能就要委屈你出来打工 总之我们公一份婆一份 怎么也够照顾你小妹妹 我不想负累你 你不用为我贪心 我说中探长他很看得起我 说我肯做肯扶 我有信心 三年之内应该可以升做大财 到时候你就不用捱得这么辛苦 我一定会很努力 我一定要你过好日子 那听起来这个男人对你很好 又许下这么多承诺 那为什么到最后不可以在一起 对啊 为什么最后你会和姜儀在一起 你弟弟说看报纸 知道姜儀要走路 你是不是跟了去台湾 那范永迅呢 他知不知道你离开了香港的 小心 走 走 是我不好 是我害死范永迅 我害到他身積 范永迅死了? 这几十年来 我受过痛苦和折磨 是我应得的情分 黏在我那里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他这本事也是一个人难拿到因为 我们不是不肯定做不错的 但他不可以在一起 而且要因人相隔 梅婆婆真是好命苦 做陳文降致, 兩個多月而已 這麼快這麼灰? 我可以等梅婆婆可憐 如果我們真的能幫她 跟她弟弟團團團, 那就好了 原本打算上去問問她 五十年來在台灣發生過的事 大家聽到她說 連她生命唯一對她最好的人 都死亡的時候 我真的不忍心再問下去 梅婆婆一直都沒有說 她在台灣發生什麼事 一定有她去負衷 她不想說, 我們不會逼她 而她弟弟這麼固執 她妹妹又這麼怕事 就算真的被我們問到她的事 也可能無保於事 既然如此 我們再沒有勾起梅婆婆的痛苦回憶 我想幫梅婆婆做一件事 什麼事? 我們幫不了她跟她弟弟團團聚 起碼我們知道 她有一個情人叫范永信 但是她已經過世了 你想想 梅婆婆連對一張 拍得梅永信不太清楚的照片 都這麼重視 那就是證明她還很想念她 梅婆婆說過她當過警察 我們就去警方 問問她們有沒有梅永信的紀錄 拿回一兩張照片給梅婆婆也好 這件事是我們唯一可以幫梅婆婆做的事 想不到警察人時報這麼快就回覆我們 希望她們可以找到多些范永信的照片 不知道范永信先生是否有英明神武 不好意思,叫兩位等 不要緊 我們已經收到兩位的要求 其實我們很樂意幫你們 不過我們翻查資料 發覺1963年的雙職警務人員名單裡 是沒有犯名信這個人的 家事、天事 前來問我幸福嗎 能勝率確定的雪 我走過世 極其幸福的一趟 得到工作 我們還是能和你同一趟 自唱父母在我旁 良善物有在我旁 那麼快樂地成長 或我成熟了 人學會知足不在忙上 是愛情未滿 明白有時要耐心等半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